Hello 大家好 我們來的Meg 如果你覺得這個爐石戰技太過麻煩 Deck building 太過複雜 但你又想和你的朋友玩一些對極一點的卡牌遊戲的話 懂得玩的你一定會玩 Looters 好了 講到Looters這遊戲如何設置 首先把主板Deck洗勻它放在這裡 然後每個玩家會收取一張玩家提示牌 這是二人設置的 有兩張 然後我們隨便決定一位第一位玩家 第一位玩家會有三張手牌 其餘玩家會有四張 我派完之後就會開始玩 順時真玩的 每個玩家到他的時候 他會相對四個階段 就是步驟1到步驟4到下一位 如此類推 我們有目標很簡單 以一個二人設置來說 就是哪位玩家最先拿到15個金幣 就贏了 OK 然後就由第一次開始 由第一次開始 就是第一次的複雜 複雜有兩個選擇可以選擇 一是拿在Deck面上插一張牌 又或者可以在手牌裏面 插一隻怪物 就召喚它出來 然後會根據左上的血量 擺放相對應血的Token 然後到第二步驟 第二步驟是啟動所有怪物的一個機會 每隻怪物 如果你有三隻怪物 例如我有三隻怪物 我會逐一隻去啟動它 每次啟動的時候 你需要有三個動作選擇一個 第三個動作 第一它可以攻擊自己 或者別人的怪物 例如我其他對手有這些 我可以選擇叫它去攻擊其他人的怪物 攻擊的時候 會摘相對應血的Token 它會摘多少粒色 摘的時候 如果你摘到 那個號碼或以下的數字 例如 我摘到3和2 就是代表我可以打中它兩下 如果對面有 例如它有兩顆血的 那我就會 立刻扣兩顆血 因為我有兩顆色的 只中了 那我就扣了 又或者另一個動作 你可以叫它做的 就是叫它去找這個金幣 這些金幣就是你要勝利的條件 同樣地看它有多少個血的Token 就摘到多少粒色仔 色仔的數字 如果是等於或者小過的數字 去右上角這個 這個4 代表它可以拿兩個金幣 今次我摘中了兩個 就立刻放在自己面前 而第三個動作 就是一些可以有 能夠啟動的特別功能 如果所有的怪物 如果有這個 能夠啟動的位置 就代表可以啟動它 每回合只能啟動 每隻怪的一次功能 例如這個 可以偷最多錢的玩家的一個金幣 如果不算我的最多錢 我就會偷任何一個玩家的一個金幣 放在自己面前 這個遊戲裡面 還有其他特別功能 例如這張 這張有Tone Tone代表 所有玩家 打擊你的怪物之前 一定要打死這隻怪物 才可以打擊你其他怪物 另外有一個叫 Last Wish Last Wish 代表那隻怪死的時候 就會發動那個功能 在Recrouement的時候 它會發動那個能力 也有些是攬炒的 在Recrouement的時候 一放出來 就全世界死光了 這遊戲有很多不同的怪物 不同的功能 讓大家可以自己發掘一下 然後當所有的怪物都 啟動了之後 你又會去第2步 第3步 第2步 第2步 你又可以在你的手牌裡面 又可以選一張 打出來 召喚它 放在相對的血量上面 又或者放在牆面上 抽一張牌 然後就是第4步 第4步 就是檢查你自己面前 有沒有多過三隻怪物 如果沒有就沒事 如果多過三隻怪物 就要丟掉三張怪物 多了那隻就會直接有墳墓 然後就會到下一位玩家 我們會不斷順時針輪流去玩 直到什麼時候結束 就是當有一位玩家 拿到十五個金幣 然後就會立即結束 是沒有同樣的 立即結束 Lutus的遊戲 我一看到Holo 就發現 這麼小的遊戲 有什麼好玩呢 但玩下去 我覺得它很過癮 因為第一 它在支援六個人 是二至六個人 卡牌對遊戲來說 我都覺得它很厲害 第二就是我看一看 原來是Kumini Not or Not 這間公司去做 這間公司的特點是什麼 就是它的圖案 那些圖案 全部都做得很漂亮 你看到 其實每一個圖案 都有劍 和後面有個皇冠的標誌 是很細緻的 而且還有一個血圖的圖案 其實它沒有必要做到立體 它就這樣做一件平面的圖案 其實這個是我覺得 給了一些心機來設計的遊戲 說到設計 其實它的所有怪物的圖案 其實很夠大 當然你可能會因為 幸運的成份 抽到一些廢渣 如果是青蛙 完全沒有功能 但它也會有些配合的牌 例如專門玩青蛙的使者 令你青蛙更厲害 但還是那句 如果大家真的很討厭幸運的話 很可惜 這遊戲可能不適合你 但絕對是阿瑪丹的一群朋友 想破壞大家的友誼的話 這遊戲絕對絕對是你們的首選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這條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這條Bord Game的影片 還有明正的GamesOn GamesOn 是一個Bord Game專門店 大家可以在那裡買棋 又可以在那裡玩 我到這裡有副這些 你可以去玩一下 各位 會玩的你一定會玩 Looters